今天的话我带大家看一下手相 我让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平时看的手相里面的一些线 首先第一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的话是包裹这个拇指 这个是生命线 主管我们的长寿健康 然后这个包裹了两个宫位 第一个是这个火星球 这个是主张这个血液和这个心血管疾病 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出现很多这种树纹破坏纹在这个生命线上 对吧 那就要注意的 是不是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那么一个是这个第一个宫位 这个宫位是金星球 主张的是肺部支气管呼吸道 这块也是实体的一个疾病 这个是生命线包裹的两个 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条线 这条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 智慧线主管的话是我们的管理才能和在事业上的一个领导应试 如果你的智慧线光穿在这 而且又有这个成功线 这条是成功线 有成功线的话 往往在事业上能够起的非常高的位置 一般来说就是属于经理总经理级别的 如果这个是这个智慧线的话是断长的 那这种人的话更为稀切 那影响的就会非常多 就说这个智慧线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条线 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事业因的一个成功意识 如果你有这种意义上 这条事业线的话 它往往会和这个智慧线 还有这个生命线形成一个交集 往往这种交集的话会有非常独特的业 这个三线合成一个颜宝 这个就是一个发财手 如果再有这个成功线 那就是一个富贵命的一个格级 说完这个格级的话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成功线 成功线是从无名者下面伸出来 这个也是和这个事业线 还有这个生命线 智慧线 共同来研究这个人的一个财因的一个关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线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感情线 大家比较光心的对吧 感情线 感情线的话是从小拇指下面这一段渗出 这感情线就会出现很多破坏纹路的话 对不对 那么感情不爽容易二慌 如果从中指和食指之间这位置露出的话 那这个不当是感情不爽 而且容易被欺骗 无论是对象欺骗你也好 还是在感情欢迎上吃大亏也好 这种事 另外就是感情线如果说是出现断线的话 对吧 一般代表这个欢迎有一些灾难 经常在感情上有不利 有荒灾的一种迹象断线 分岔文太多的话 这浪桃花比较多 水性洋花的人也会在这种分支 就这些感情线上出现非常多的分支 这些都是代表感情不利 浪桃花极多 下种情况就要布局这个 极佳风水的桃花位 今年桃花位的话 你要注意就是正北 那这个欢迎的话 我们一般看这个小拇指下面 这个宫格水星丘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主圣宫 欢迎和圣有什么关联 他就是在圣宫这个下面有这个欢迎线 一条两条三条 两条以上就有二环的迹象 这个是欢迎线的一个情况 一般我们看的最多的是这个生命线 另外就是这个智慧线 世界线 还有就是感情线 一般四条看的最多 再配合这个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螺签 这个螺签的话 它到底有没有实际应用 螺签有些实际应用 但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准 有些人说它有五个螺六个螺的是吧 这个螺实际上它这个影响比 下面的这个掌心上的这些影响要小 这个呢是螺签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拇指这个位置 如果长出一个浮贵影 像眼睛一样 这个浮贵影长在这儿 那也是比较旺的 像这些位置 长浮贵影的话 也对它来说也是好的 这个是浮贵影的一个情况 那说完这个生命线 还有这个智慧线 视线线 感情线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身上的几个工位的一个情况 刚刚我说了这个位置 第一是金星是代表肺之气 第二位置的话是这个火星 是阻挡心脏血液的 再往这走 刚刚啊 第三个是这个木星风 木星风是主掌这个木 木的话主要是眼睛杠杆 喝酒喝多了 这个位置就比较容易出现变异 第四个位置呢 是土星杠 主要主掌的是胃和这个皮 这一块 第五一个位置的话 是主掌什么呢 主掌这个太阳 太阳丘 陈穿这一块 是几个屏幕